直播连麦影帝时 我三岁的儿子意外闯入 我善笑着解释是亲戚家小孩 结果他指着屏幕问我 妈妈 你在和爸爸视频呀 全网都炸了 正文现在开始 我三岁的儿子推门进来时 我结结实实荒里顺 毕竟我此刻正在直播连麦 直播间在线人数过千万 全是奔着我和影帝陈延彻来的 我都不敢想 要是我三岁的儿子突然闯入镜头 会引起多大的轰动 因为我一直单身 而且未婚 我悄悄挪了挪镜头 一边给三岁的儿子打尽令首饰 一边与陈延彻互动 我们这边好吃的很多呢 有机会的话 陈老师一定过来尝尝 镜头那端的男人 穿着简单的白衬衫 气质格外金贵出城 他淡淡一笑 有机会的话 一定来 但木音这句话而疯狂 啊啊啊 他答应了 他爱他 我哭死 这就是双向奔赴吧 他俩系里系外关系都好好啊 我看谁还敢说春风CP甲 真没想到最春风都播出这么久了 我还能吃到春风CP的糖 甜 多来点 伸手 我正想回应陈延彻的话 脸上的笑容却不自觉降了 原因无他 我三岁的儿子正晃我的腿 要像往常那样窝到我怀里来坐着 我紧急摁住他的小脑袋 眼神对他说这次不行 可惜他看不懂 三岁的小孩根本不懂眼色为何物 他一边晃腿 一边发出嗡嗡的哼唧声 陈延彻那边听到动静 好奇问什么声音 像是小猫的咕噜声 小孩吧 这声音和我儿子差不多 舒情家怎么可能会有小孩啊 他不是单身未婚吗 我正要辩解 我三岁的儿子趁我不备 熟练地爬到了我的怀里 像往常那样 选了个最舒服的姿势窝着 镜头对准他的半个西瓜头 露出一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 弹幕全疯了 我靠我靠 真是小孩 这是什么惊天大瓜 舒情竟然有个这么大的儿子 有一说一 这孩子长得可真好 也不一定就是舒情的儿子吧 大过年的 万一是亲戚家的小孩呢 我眼间撇到亲戚这条弹幕 思绪迅速回笼 善善开口 确实是亲戚家的小孩 陈延彻夸赞一声 真可爱 三岁的舒颜 被这声音吸引 朝屏幕看过去 屏幕上的陈延彻 眉目舒朗 笑容温和 下一秒 舒颜回头 眨着懵懂的大眼睛看我 妈妈 你在和爸爸视频呀 弹幕有过几秒的停滞 随后全疯了 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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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刚刚叫的是爸爸妈妈 我没理解错的话 这是舒情和陈延彻的孩子 天 我以为他们私底下在谈 结果他们私底下在生娃 震撼 我磕到真的了 小孩哥 多说两句 我爱听 我慌张关闭直播镜头 但很显然 于是无补 那句话已经传了出去 那晚的热搜 直接十连报 警号妈妈 你在和爸爸视频呀 警号 警号舒情陈延彻 隐婚生子警号 警号醉春风 警号 警号抒情 打脸警号 警号陈延彻夸自己儿子可爱 警号 总之 与直播内容相关的词条 能上热搜的全上一遍 网友的吃瓜热情高涨 扒完直播后 又开始扒我和陈延彻的过往 寻找我和他隐婚生子的蛛丝马迹 可哪有什么蛛丝马迹 要不是当初那次意外 我和他连孩子都不会有 我抓着小孩软乎乎的肩膀 蹲下问他 宝宝 你怎么知道他是爸爸的 小孩似乎是知道自己闯祸了 揪着手指 一脸天真 你说过呀 嗯 我问你 我的爸爸是谁 他声音真的懵懂 你指着电视上的人说 这就是我爸爸 我实在是没想到 平时看起来笨笨的儿子 关键时候 记忆力竟然这么好 那是我给他看起萌动画片的时候 动画片里的主人公都有爸爸 他没有 就追着我问他的爸爸在哪里 问过许多次 我也被问烦了 刚好那天电视播到 陈延彻的直播采访 我自暴自弃般 指着屏幕上的男人对他说 诺 这就是爸爸 他凑上钱 养着小脸对着屏幕一脸憧憬说 原来这就是爸爸了 我叹一口气 还不知道要如何处理这个局面 生孩子前 我是胡卡 胡卡生子无人在意 可几年过去 我已经成为娱乐圈小有名气的女明星 单身女星未婚生子 这放在什么时候 都是惊爆眼球的大新闻 即使工作室 一直都有这方面的公关备案 可此时又牵扯到影帝陈延彻 过往的备案简直变成一堆废纸 我正要联系工作室 陈延彻又发来消息 其实 他自直播结束 已经发来许多消息 我一直没大礼罢了 陈延彻 是我们的儿子 对吗 陈延彻 我当爸爸了 这就是我的儿子 陈延彻 儿子几岁了 陈延彻 算算时间 是三岁 陈延彻 他喊我爸爸 儿子喊我爸爸 陈延彻 抒情 你瞒我瞒得好苦 陈延彻 我竟然当爸爸了 我是爸爸 我头疼地按了按太阳穴 当初生孩子 就决定瞒着他 现在我更不可能主动告诉他 于是我回复 不是你的孩子 陈延彻疯了似的 只重复那一句话 可是他喊我爸爸 我 他乱喊的 你别介意 陈延彻懵了 爸爸也能乱喊吗 为了打消陈延彻的念头 我只好选择编排儿子 对 他看到谁都喊爸爸 门铃在这时响了 儿子登登登跑去开门 我以为是经纪人上门商量对策 没在意 继续劝说执拗的陈延彻 我 我很抱歉影响到你 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我全力配合 消息还没来得及发出去 就听开门的儿子大喊一声 爸爸 门外站着风尘仆仆的陈延彻 他身上还穿着昨晚直播时 那件白衬衫 脸上有着赶落后特有的疲惫 头发也乱 可就算这样 也丝毫不折损那张脸的帅气 他蹲下 将书颜从地上抱起来 目不转睛盯着我 我一语不发 望着这一大一小的两张脸 我才明白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因为这根本不可能瞒得住 儿子和陈延彻 完全就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任谁来看 这都是亲父子俩 毫无智慧的余地 陈延彻抱着孩子走近我 我下意识退后一步 他停住 声音里夹杂着些许歉疚 我知道我这样很冒昧 但我实在忍不住了 他轻声说 这是我们的孩子 对吗 如此相似的两张脸 再多的否认都只会显得无力 我纠结再三 还是承认是你的 陈延彻的嘴角 亲往上扬了扬 他克制地将稳落在儿子的发顶 随后对我说 谢谢你愿意生下我们的孩子 辛苦了 我连忙撇清关系 我生不生孩子和你没关系的 我知道 他说 但我就是很高兴 似乎从事情败露开始 陈延彻一直在表明 他的激动和兴奋 可为什么呢 他这样的身份 在娱乐圈这样的地位 我以为这是对他来说 更像是无望之灾 平白无故扯上这种事 莫名其妙沾上隐婚生子的传闻 他该生气才对吧 我纳闷 你不怪我吗 为什么要怪你 他说 我感谢你才对 某种微妙的 可能在我脑中闪过 危机赶上头 我据理力争 孩子我是不可能给你的 陈延彻默地笑了 笑得急开怀 我不是来和你抢孩子的 他温柔看着我说 孩子自始至终都是你的 放心 那是为什么呢 许师看出我的疑惑 陈延彻解释 你就当我是因为当爸爸了高兴 话毙 陈延彻抱着三岁还肉糊糊的儿子 玩起了举高高 一大一小 笑声欢唱 在这诡异的和谐气氛里 门铃又响了 我实在不敢再让儿子去开门 怕他又给我招来一个爸爸 亲自上阵 迎来了经纪人于姐 于姐满脸愁色 陈延彻那边说 一切由我决定 他们全力配合 可我能怎么 他声音顿住 目光惊恐地看向客厅完的 正欢的一大一小 这 这这 我眼花了吗 陈延彻回头 笑容和善 我经纪人就在楼下 不介意的话 我把他叫上来一起商量 陈延彻的经纪人很快上楼 于是我加成了临时会议场所 双方经纪人就热搜上的是商量对策 出乎我意料的是 陈延彻这边的态度 几乎算得上迁就 明明他们才是此次事件的受害方 偏偏他们将态度低到尘埃里 已经到了我经纪人 说什么就是什么的程度 最后 我经纪人拍板 那就公开引婚生子 我惊慌阻止 怎么就引婚生子了 未婚生子说出去 毕竟不好听呀 可我和他没结婚啊 假装结婚 不领证的那种 经纪人说 过段时间再假装离了 什么也不耽误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急得有些语无伦次 好比宝宝说错话 宝宝认错人 又或者其他什么 总之还有办法的吧 醉春风重播后 你和他的CP热度一直很高 经纪人劝我 这是收效最好的办法 我懂了 这其实是变相的炒CP 只不过别人的炒CP是 暧昧恋爱 我和陈妍彻 直接奔结婚生子去了 眼看着事情再无转环余地 我看向陈妍彻 你真的可以吗 莫名其妙和我结婚又离婚 他真的不介意吗 陈妍彻比我想的还要疯 他说 我非常愿意 事情敲定后 经纪人将编辑好 公开文案的手机 交给我和陈妍彻 这条微博发出后 你们就是结婚几年的小夫妻了 我不管你们私底下怎么相处 但有人在的地方 你们就要互相配合 知道吗 莫名的紧张感涌上心头 我悄悄看向陈妍彻 发现他的目光格外坚定 他点头 我也跟着点头 经纪人说 想清楚了就发吧 公开的微博发出后 我和陈妍彻再度包揽热搜前十 两位经纪人的手机响个不停 连声招呼都来不及打 双方经纪人又像是来时那样 匆匆离场处理紧急事宜 最大的客厅再次只剩下我 陈妍彻和儿子三人 那种微妙的尴尬感又蔓延开来 偏偏那两人毫无所觉 一个正扒着另一个要报 画面异常和谐 欢声笑语中 我开口询问 你晚上有住的地方吗 陈妍彻一顿 说没有 那我现在帮你订酒店吧 我掏出手机 他又改口 先别订 我在这儿似乎有固定的酒店房间 待会儿我找李哥问问 我善善点头 他颇时去地开口 我再陪孩子玩会儿我就走 没玩多久 孩子就累了 窝在陈妍彻的怀里 打起了小呼噜 我出声提醒 放沙发上吧 没事 陈妍彻直一说 我抱着就行 这一瞬间 我才有了陈妍彻是孩子爸爸的实感 挺奇妙的感觉 毕竟我以前从未想过 我和他还会因为孩子产生交集 陈妍彻突然抬眸看我 我们公开引婚的事 那你喜欢的人怎么办 什么喜欢的人 我一时竟跟不上他的思路 你曾经喜欢的那个人 你现在还喜欢吗 我反应了一会儿 才想起他说的那个曾经 是我和他发生意外的第二天清晨 当时我和他刚拍完醉春风 关系虽然算不上陌生 但绝对也没到能滚床单的熟人 陈妍彻赤裸着窝在被子里 喉结和锁骨处 还有着清晰明显的红痕 他一脸娇羞地对我说 我会负责的 我当时正背对着他际玉袍 闻言一顿 不用 他退而求其次 又说那你要对我负责 我昨晚 昨晚是第一次 虽然是意外 但我们 我脑子很乱 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样的场面 尤其陈妍彻还追着要我负责 没办法 我只好瞎编 真的不能负责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还想和他在一起 如果对你负责 我和他就彻底没希望了 我回身面对他 或者你想要什么其他补偿 我都可以 陈妍彻的脸色 也不如方才那般名艳娇羞 他平静地冲我笑了笑 说 那不用了 话说到这份上 我和他便没再联系 我实在是没想到 几年前随意撒下的小谎 竟要到这时候来圆 陈妍彻好意开口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假结婚的事 我可以帮你向他解释 不用了 我说不喜欢他了 他愣了愣 嘴角要羊不羊地抿了下 随后才说 好好 陈妍彻一直带到书颜睡熟才走 邪门的是 陈妍彻一走 书颜就醒了 缠着我要亲 要抱 还要吃饭 没办法 我只好继续哄小孩 等给孩子喂完饭 洗好澡 哄睡着 我摊在一旁的床上 连手指头都不愿意再动一下 太累 带小孩简直比熬夜拍戏还要累 我正思寸 要不要重新再找个阿姨 经纪人打来电话 陈妍彻其实喜欢你吧 我有气无力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事实啊 经纪人兴冲冲说 他刚才的直播你看了没 他把隐婚生子的责任 全揽到自己头上了 就怕网友骂你 而且他还要给我们介绍电影资源 陈宽导演的电话 都直接打我手机上了 经纪人说 要不是喜欢你 他何必费这些心思 我辩解 他估计就是当爸爸的高兴 当爸爸高兴 那他对儿子好啊 对你好干嘛 我叹一口气 你打电话来就为了说这个吗 经纪人笑着 怎么听声音这么困 带孩子 累的 他又开始虚导 我就说你一个人应付不来 刘嫂请假你就再找个阿姨吗 又不是没那条件 偏要培养什么母子情 我略窘 因为忙于工作 我对书颜总有些愧疚心理 所以闲暇时候 就想着多陪陪她 增进一下母子情意 出发点是非常好的 但最好还是别出发 毕竟我独自一人带孩子还没几天 做了轰动热搜的隐婚生子事件 我捏捏没心 困顿开口 那你再给我找一个 要求和以前一样 只不过要短期的 刘嫂回来我还是要她 行 经纪人应得爽快 第二天他找的人就到了 我兴冲冲去开门 门外站着金贵清俊的陈妍彻 他身上穿着定制款的衬衫西裤 万间的一块表 比我整套房还贵 说的话 却与他这身行头极度不匹配 他说 我来应聘保姆 虽然很离谱 但我还是将陈妍彻放了进来 趁着他和孩子在客厅玩 我躲到卧室的阳台 给经纪人拨去电话 劈头盖脸就问 陈妍彻为什么会来 他是最符合你要求的人选 经纪人说 会做饭 爱小孩 不把小孩的事到处宣扬 这三点要求他都能做到 还能做得比其他人都要好 他一个影帝来给我当保姆 你不觉得离谱吗 离谱啊 经纪人说 所以他只做短期 你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许是我沉默的时间过长 经纪人又说 正好趁这个机会 你们多了解一下 公开之后 你们作为夫妻 共同露面的场合不会少 到时候别露线了 看来这才是最终目的 我任命回到客厅 与陈妍彻增进了解 彼时儿子正和陈妍彻比拼赛车 是那种玩具小汽车 他有一条专用的跑道 两人的车停在起点处 儿子将遥控手柄 递到陈妍彻手里 细致地给他讲解规则 我走到一旁的沙发上坐下 能明显感觉到 自我出现后 陈妍彻便有些心不在焉 我原本还纳闷 他在纠结什么 直到他的目光 从玩具小汽车 转移到我身上 他问 你会赶我走吗 原来是这个 我也问 是我的经纪人让你来的吗 我自己想来 陈妍彻这样说 嗯 我颇意外 陈妍彻明明纯 又说 我想多陪陪孩子 这时儿子大喝一声开始 然后操控着玩具小汽车 飞了出去 但陈妍彻的车 还停在原地 儿子一边抱怨爸爸 你怎么这么笨呀 一边帮他操控玩具小汽车 我望着陈妍彻 笨拙又窘迫的模样 一时间百感交集 娱乐圈叱咤风云的影帝 何曾有过这种时候 卑微 怯懦 只为讨好一个三岁小孩 我突然觉得 他也挺不容易的 索性满足他 陈妍彻陪孩子玩了一上午 等到了饭点 他又自觉进厨房做饭 值得一提的是 陈妍彻的厨艺很不错 平时挑食的小孩 如今嚼着不爱吃的青菜 也吃得很香 午后的哄睡环节 及下午的兴趣启蒙时间 也由陈妍彻一并包揽 我只需要在想孩子的时候 陪着玩一玩 其他时候 陈妍彻都会帮我解决 空出的大把时间 我窝在书房写剧本的人物小传 是积攒已久的工作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情绪 今天突然有灵感了 写到半程 突然口渴 我握着空杯子出门倒水 却意外发现 那一大一小病不在客厅 吵闹声从浴室传来 我抬眼一看时间 到儿子洗澡的点了 他洗澡下来闹腾 我担心陈妍彻一人搞不定 半担忧半好奇地 推开那扇扮演的门 令我眼皮一跳的场景 在眼前出现 明明是儿子在洗澡 但帮洗澡的陈妍彻也全湿了 湿透的白衬衫 紧贴着身体各处线条 形状好看的胸肌 腹肌 臂肌 一览无余 我的视线定格在他胸前的 那颗红痣上 分明还隔着一件白衬衫 那颗痣 却好似更红了些 无端端地恍人眼 陈妍彻看到我 惊慌站起 他手里握着一只 黄色的塑料小鸭子 浴室专用款 不该多想的 可大概是这浴室的 荷尔蒙爆棚 我的脑子总不自觉 闪过尸身诱惑四个字 陈妍彻抹了妈脸上的水珠 有点委屈说 我 我有点搞不定他 我叔弟笑了 我问他 你带衣服了吗 带了 那你也去洗澡 顺便换身干净的衣服 我知识完他 又挽起袖子 这里我来搞定 进出交接之际 浑身湿透的陈妍彻挨近我 你让我留下 是吗 这距离实在过近了 我怕再看到什么不该看的 下意识垂头 视线自然而然落在他的腰际 我这才发现 他的裤子也湿透了 黑色裤子比起白色衬衫 勾勒线条的本领 也不遑多让 我像是被烫到一般 别开眼 慌张说 留下吧 零七 儿子晚上还是和我睡 陈妍彻就睡在隔壁的客卧里 大概是隔壁住着人的缘故 平时早就睡眼惺忪的儿子 如今听到第三遍睡前故事 依旧毫无睡意 我只好采取关灯大法 睡觉 他忙拉住我的手 问 妈妈 爸爸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睡 我叹气 就知道他不睡觉 是脑子里在总有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为什么要一起睡 他理直气壮 动画片里的小美 他的爸爸妈妈 就是一起睡的 动画片里的小美不挑食 你挑食吗 小孩重重哼了一声 气鼓鼓说 我要和爸爸一起睡 去吧 我自在翻身 我现在对劳逸陈妍彻已经毫无负罪感 毕竟我看他也挺享受被小孩折腾的 儿子抱着小枕头 小被子就要起身 片刻后又放下 亲了亲我的脸颊说 妈妈 我就去看看爸爸 待会儿还是来找你 等我哈 我满腔无奈地送走了儿子 为了方便小祖宗自由进出 主卧和客卧的两扇门都没关 所以我能清晰听到 隔壁卧室传来的笑脑声 我的脑子莫名闪过一个念头 陈妍彻还挺会带孩子的 是血缘的关系吗 总感觉他们很快就亲近了 明明不久前 还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 儿子突然在隔壁大喊 妈妈 妈妈 我以为出了什么意外 忙他的拖鞋来到隔壁 小小的儿子坐在陈妍彻旁边 像一颗小肉球 他的手掀着自己的衣摆 露出圆乎乎的肚子 还说 妈妈 你看我和爸爸的肚子不一样 紧接着 他目光转向陈妍彻 事宜他也展示 陈妍彻犹犹豫豫豫掀起一半 又放下 面色已羞的通红 他求助似的看向我 眼底一片练艳 这模样莫名让我想到曾经 那个混乱的早晨 他娇羞又赤诚地窝在被子里 说他要对我负责 急性子的儿子 见不得他这扭捏的模样 亲自上手 将陈妍彻的衣服撩了上去 还冲我说 妈妈 你看是不是不一样 我心说你真是妈妈的好大 粉丝窝熬说着想看的腹肌 这么轻易就给我看了个完全 陈妍彻就像是被恶霸欺凌的小媳妇般 一边躲 一边还要哄 严严 好了没有 儿子不看他 只看我 妈妈看到了吗 爸爸这里还有一颗痣呢 能感觉出陈妍彻现在挺崩溃的 我赶紧上前去抱孩子 期间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等反应过来 我的双手已经摁在了那几块腹肌上 食指的顶端 还擦着那颗鲜艳的红痣 陈妍彻若有肆无的低喘一声 连带着我的指尖都变得酥酥麻麻 我忙站起身 儿子也不想要了 我迈着六亲不认的凌乱步伐 迅速逃离现场 不久后 儿子自发回归 我不想理他 装睡 谁知他却拉着我的手放在他肚子上 妈妈 爸爸说我也有腹肌呢 指尖这肉乎乎的手感 我感慨 陈妍彻为了哄小孩 真是什么鬼话都说得出来 不愿在这方面输过他 我也哄 嗯 一块腹肌也算腹肌的 儿子心满意足地抱着我睡了 许是白天太过刺激的缘故 晚上我又梦到了那一晚 其实那晚真是意外 酒会上 我不知怎么喝到加料的酒 等意识到中招 便迅速放下酒杯逃离现场 身后仿佛有人在追 我闪进一间扮演着门的客房 门内是同样中招的陈妍彻 我和他理智地选择没靠近彼此 他躲在浴室靠冷水降温 我靠在阳台吹冷风清醒 但药效逐渐上头 我在想 其实陈妍彻也不错 起码比酒会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好 那扇门便再也没有合上 一路辗转 无限迷乱 只因应记得 那晚的陈妍彻最后比我还要疯狂 再一睁眼 已是十点 我起床洗漱 一边感慨春梦骇人 一边惆怅待会该怎么面对纯洁的陈妍彻 我做足心理准备 拉开房门 悬棺处却正上演一场拉锯战 儿子被邵云抱在怀里 轻易地颠来颠去 围着小碎花围裙的陈妍彻站在一旁 眼巴巴地伸手 却没抱到已被邵云迷花眼的儿子 我开口打断 你出差回来了 嗯 邵云打我 给你和妍妍带了点当地特产 儿子一叠声喊着邵叔叔 备受冷落的陈妍彻尾去巴巴来到我身后 我看他一眼 不自觉笑了 这人出息就这么一丁点吗 抱小孩的邵云坐在沙发上 终于问起陈妍彻 这是妍妍亲爸 我点点头 他愧叹一声 看来用不上我 早知道不那么赶了 他说 我听说刘嫂请假 怕你一个人应付不来 紧赶慢赶才赶回来的 我直白说 那中午留下来吃饭 还用我做饭吗 他问 我实在受不了他这语气 辩驳 你这大少爷 什么时候在我家做过饭啊 他也辩 我总帮刘嫂打过几次鸡蛋吧 我溺他一眼 余光不小心撇到陈妍彻 总感觉他快碎掉了 邵云一直带到吃完午饭才走 期间书彦小朋友只闻新人笑 不见旧人哭 一心一意冲他的邵叔叔耍宝 连他亲爹是谁都快忘了 眼看着陈妍彻快要抑郁 我示意儿子去哄哄他 儿子嘴甜 抱着陈妍彻就亲 爸爸 我还是最喜欢你的 陈妍彻还是笑 只是那笑 总让我感觉他的内心很悲伤 悲伤的陈妍彻 还是陪孩子玩了一下午 我全程在旁边做陪 意外发现陈妍彻的脾气 是真的很好 很多我想手动让儿子避脉的时刻 他都能做到耐心劝导 温声哄劝 直到无理取闹的孩子恢复理智 堪称家长哄小孩母版 我正想说要不他多留几天吧 手机顶端冒出刘嫂新发来的消息 小晴 家里这边的事我已经处理好了 火车明天就能到 你再坚持坚持哈 我有一瞬间的震愣 明明是期盼已久的刘嫂要回来了 我的心底不见激动 竟还有几分惆怅 刘嫂回来 那要让陈妍彻走吗 吃过晚饭 陈妍彻陪着孩子看动画片 很温馨的亲子时刻 我在一旁旁敲侧击 最近你都没什么通告哈 你想我烦了吗 三岁的儿子也很懂 立马抱住他 我不要爸爸走 我不要爸爸走 我沉默 这场对话一直到书颜睡着 才得以持续 阳台 我和他各做一把藤椅 共赏城市的夏夜景观 陈妍彻先开口 是因为他吗 什么 那个邵云 陈妍彻扭头看着我 表情很委屈 他是你喜欢的人对不对 因为他回来了 所以你就想要赶我走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直白道 是刘嫂要回来了 哦 陈妍彻的表情依旧失落 原来说我没用了 我还是要被赶走 我实在看不得他这副模样 出声安慰 没有要赶你走啊 就是 你总住在我这里 也不太合适吧 那为什么邵云能住 他没有住过呀 我大惊 他说他有住过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我在心里把邵云臭骂一顿 解释 他是严严的医生 因为都在这个小区 所以关系走得比较近 但他只是经常来串门 没有留宿过 所以只有我留宿过 他问 还有刘嫂 陈妍彻点点头 不再说话了 我斟酌着措辞 努力以不伤害到他的口吻述说 毕竟他这人看着挺脆弱的 我知道你很喜欢炎炎 以后你想他了 也可以经常来看他嘛 我不会阻拦你的 又不是这次离开 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还有很多机会的 夏夜的晚风很温柔地在吹 这风好似将陈妍彻的心口也吹开 我听见他在说 我不是喜欢炎炎 我是喜欢你 我以为我听错了 正愣看向他 他的嘴角轻往上扬了扬 很久了 在那次意外之前 所以我看到你推门进来的时候 我很慌 我甚至不敢多看你一眼 我躲进浴室 关死那扇门 不是怕控制不了自己 是怕我唐突了你 虽然还是唐突了 但我没想到的是 你有喜欢的人 你只想和他在一起 他这样说 我明明纯 一时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原来当时他追着 要我负责 是因为喜欢吗 我喜欢炎炎 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 而是因为他是你的孩子 他笑了笑 虽然这听起来 似乎没什么区别 但确实是因为你才会喜欢 他说 因为我喜欢你 我彻底正在原地 这不是我第一次被表白 却是我第一次被表白后 不知如何自处 被表白后该怎么做 接受 还是拒绝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一点头绪都没有 慌乱中 我口不择言 你突然表白 我很慌 没想让你慌 陈彦彻笑着说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喜欢你这件事 没有孩子也喜欢 没有意外也喜欢 他说 只因为是你 所以我喜欢 陈彦彻依旧睡在客卧 主卧辗转反侧不得眠地 变成我自己 我的脑子不断闪过曾经 意外发生后 我和他便没再联系 查出怀孕时 陈彦彻正处于数据 全线暴涨的鼎盛期 这种时候 我更不会去打扰他 我专心待产 怀孕生子一年 本就在娱乐圈边缘的 我更是无人问津 复出后 我四处找戏拍 四处碰壁 沸飞的剧本 像橄榄枝一样 向我抛过来 女三号 一个牙子必爆 性情爽辣的小公主 我凭借这一角色 成功被观众熟识 总算能在娱乐圈 混口饭吃 当时只觉得是天遂人怨 现在想来 可能事出有因 我给经纪人打去电话 沸飞那个女三号 当初是徐志导演 推荐我上的吗 对呀 经纪人一脸莫名 怎么突然问这个 能帮忙问问为什么吗 大晚上的你找事呢 话虽这么说 但经纪人还是去帮我问了 答案不让我意外 徐志导演说 是陈妍彻向他举荐的 我又想起几处 资源不合理的地方 一向经纪人求证 结果都不意外 都是陈妍彻在暗中相助 经纪人也被我折腾醒了 愤愤强调 我早就说了 他喜欢你 我现在知道了 你说他这是图什么呢 经纪人很费解 怎么还搞作好事不留名这一套 我想我可能知道原因 毕竟陈妍彻当时 还以为我有喜欢的人 他根本就不想让我知道是他 我帮着陈妍彻解释 经纪人却言语我 其实你也喜欢陈妍彻的对吧 不然你当时怎么会选择 生下他的孩子 还取名书颜 我明明纯 不知道如何解释 选择生孩子的原因很简单 我父母早逝 孤苦无疑在世上太久 得知我肚子里有新生命 在萌芽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生下他 我想要拥有一位家人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做得很对 书颜不算聪明 很多时候还笨笨的 但他会喊我妈妈 会给我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偏爱 我时常能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但为什么要给他取名书颜 我说不清 连我自己都忘了 当初是为何一门心思的 要给他取颜这个字 一直想到很晚 等醒来的时候 陈妍彻已经走了 客厅干净整洁 空气清新湿润 早餐美味可口 就连孩子也一炙光鲜 但陈妍彻已经走了 我有些想笑 他这到底算什么 田螺姑娘吗 再次和陈妍彻碰面 是在五天后 一场早就定下的直播采访 安排在最春风重播大结局的这一天 我和他需要实时观看剧集 与直播间观众交流互动 并回答主持人的一些相关提问 不算有意思的直播内容 但由于我和他中途官宣隐婚 又是首次以夫妻共同体露面 直播还未开始 直播间的人数 就已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 周围人生嘈杂 我缓缓靠近一丝不苟 看台本的陈妍彻 好久不见 口气不算很久 他低头看表 117小时46分05秒罢了 我不禁失效 既然这么惦记 为什么不联系我 我怕收到你拒绝的消息 他说 我怕你要告诉我 对不起 你还是喜欢他 眼看直播就要开始 我决定先给他一点甜头 我悄悄说 没有喜欢的人 当初是骗你的 在陈妍彻错愕的眼神中 直播正式开始 无数弹幕瞬间填满屏幕 我靠 终于等到这一天 小两口好般配 一想到他们俩已经结婚好几年 我就忍不住嘴角上扬 官宣后又去重刷 最春风的扣衣 111111 主持人笑着提问 最春风重播后 热度一直很高呢 两位对此怎么看 陈妍彻 挺高兴的 我附和 谢谢大家的喜欢 毕竟是定情之作 是吧 我炯 这是台本里没有的内容 但弹幕显然很兴奋 就喜欢聊这个 就要这么说 主持小姐姐 我看好你 会说多说 争取把这俩恋爱结婚生子的料 都给我挖出来 对话再度回到正轨 主持人拍戏期间 双方给彼此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陈妍彻先答 他挺爱睡觉的 主持人疑惑一挑眉 他解释 做着化妆能睡 靠着柱子能睡 甚至吃饭都能睡 是真的很爱睡觉 你小子 每天没事干 就知道丁老婆是吧 在我的家里能睡 在我的床上能睡 在我的怀里能睡 是真的很爱睡觉 不懂就问 抒情小姐姐为什么会这么困呢 当然是 嘿嘿 我就不说 急死你们 楼上大坏蛋 孩子都生了 还能是为什么 坏笑 眼看着弹幕越来越歪 原先预设的答案 不敢再说出口 我镜子改了说辞 陈老师演技挺好的 主持人在挑眉 大结局这场戏 和第一集的那场戏 是同一天拍的 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 但他都拿捏得很好 我当时就觉得 他以后一定能活 所以这种潜力骨要 抓紧套牢是吧 主持人再问 这采访进行不下去了 哈哈哈哈 主持人真的会说 怎么还叫陈老师呢 夫妻情趣 你们不懂的 快聊结婚 快聊结婚 主持人顺程着聊起结婚 当初是怎么想到结婚的呢 是看到他 他就觉得 这辈子都只能是他他了吗 我和陈妍彻陷入沉默 毕竟我和他都心知肚明 没有结婚 甚至连恋爱都没有 沉默过后的陈妍彻开口了 遇见他之前 我也没想过结婚 他看我一眼 再说 但遇见他之后 我没想过和其他人 主持人脸上浮现欣慰的笑 我的心底酥麻一片 突然很想中断这段采访 拉着他去角落倾诉我的爱意 很快 主持人问到台本上的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还能回到过去 两位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我和陈妍彻 都没在管事先预设的答案 他镜自答 早点追到他 不管他有没有喜欢的人 我笑着说 早点答应他 在弹幕的乌傲乱叫中 直播采访顺利结束 散场后的休息室 我和陈妍彻 在角落稳得难舍难分 此时我才觉得 我错看了陈妍彻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 纯情小白兔 他这分明是腹黑大灰狼 一稳结束 我和他都有些情动 陈妍彻底在我耳边 声音沙哑说 你这次会对我负责吗 父 我说 那我要奖励你 他将稳落在眼角 落在眉梢 落在他能稳到的任何地方 我心痒难耐 直接扒开他的衣服 吻伤得没小致 陈妍彻恩一声 故作矜持 还在休息室呢 不好吧 我逆他 三番五次 当着孩子的面勾引我 你还知道不好呢 他笑着说 就知道你喜欢 他压低声音在我耳边说 当初你也很喜欢啃这里 话实在恼人 我点脚 重新封住他的嘴唇 正要深入纠缠 电话响了 电话那端是 当初意外生下的儿子 妈妈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就回来了 我说 爸爸呢 爸爸会一起回来吗 他故意提起 你说好今天 把他给我带回家的 我挑眉 看向眼眸湿润的陈妍彻 他顺从低头 冲电话那端说 现在就回 妍妍等我 电话挂断 陈妍彻脸上是 纯情懵懂的表情 宝宝 要带我回家吗 我无奈地牵住他 和他一起往家里赶 全文完 他在家里赶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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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